川普遇襲事件 FBI披露調查進展 體制內外養腦金懸殊 網奉中共國人人平等 美媒揭TikTok親上說 確實利好中共 壓制反共內容 大洛杉磯喬界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 美國德州打擊委內瑞拉克邦 宣布為恐怖組織 《江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即時新聞》 我是芷山 今天是9月17日星期二 下面是詳細內容 隨著槍手臂送上法庭 川普第二次粵食案暴露出更多疑點 美國執法部門深入調查犯罪企圖 以其獲取更多關於嫌疑人的信息 在9月16日 嫌疑人被控兩項與槍枝相關的罪名 同時特勤局代理局長 就安保問題進行了說明 而嫌疑人Ruff本人 出的一本書則透露了他的一些奇談怪論 綜合CNN和路透社報導 根據9月16日公開的指控文件 記錄顯示與Ruff有關的一部手機 從9月15日凌晨1點59分 就在哥爾夫球場出現 被事發時間早了11個半小時 這意味著嫌疑人已經守候在那裡近12個小時 聯邦調查局 邁阿密愛勤辦公室特別探員 維爾特里表示 他正在深入調查嫌疑人的背景 並確認他是否單獨作案 調查人員已經對現場目擊者進行了查問 並計劃與嫌疑人的親友交談 維爾特里透露 他們正在申請搜查令 以調查嫌疑人的車輛、手機和其他設備 Ruff被控兩項罪名 作為重罪犯非法持有槍枝 以及持有罪列號被抹去的槍枝 可能還會有更多指控隨後提出 預審拘留聽證會定在下星期一 9月23日舉行 在等待審判期間 他將繼續被擊押 記錄顯示 嫌疑人在北加羅羅納州 有多項犯罪前科 2022年 他曾被指控並承認重罪持有 特大規模殺傷力武器 此外還有抗拒執法 非法攜帶隱藏武器 和身份證欺詐等罪名 司法部長加蘭在9月16日發表聲明 承諾將在調查9月15日 針對川普的明顯暗殺企圖時 動用一切可用資源 加蘭說 整個司法部門 包括FBI 佛羅里達南區檢察官辦公室 和國家安全部門 正在與現場執法部門密切配合 雖然發生這次撤殺未遂事件 知情人士表示 川普的競選日程將保持不變 據YouTube直播主 秦鵬觀察表示 嫌疑人曾寫書鼓勵 伊朗搞定川普 據英國《每日郵報》發現 他在去年自行出版了一本書 《烏克蘭無法獲勝的戰爭》 這是一份集聯無章的宣言 描述了他在烏克蘭的時光 和他的政治觀點 在書中 他體現出對伊朗的支持 他說自己曾投票給川普 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 並稱川普是一個小丑 他說 我判斷錯誤 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 我向伊朗道歉 你可以因為判斷錯誤和協議的廢除 而暗殺川普和我 除了伊朗 他對朝鮮也有一種極度的迷戀 並且在言語中 體現出強烈的妄想證人格 這本電子書目前仍然可以在亞馬遜購買 CNN評價說 在社交媒體上將自己描繪成周遊世界的自由鬥士 但這種宏偉的形象 似乎對他的現實並不相符 他的幾百條社交媒體貼文 還顯示了他的政治觀點 是如何從左到右 從右到左 經常劇烈的搖擺 另外川普副手彭斯針對這次暗殺未遂事件表示 很多左派人士都說雙方都有問題 我不會說我們是完美的 保守派不一定能將所有事情做對 但保守派和自由派最大的區別在於 過去幾個月沒有人試圖暗殺賀錦麗 而現在有兩個人試圖暗殺川普 彭斯說這是非常有力的證據 左派需要緩和他們所說的過激言論 需要停止這種廢話 彭斯表示 若不停止將有人會受傷 這個將會摧毀這個國家 將會對美國帶來令人難以置信的創傷 他說他將會盡他所能來緩和這種言論 9月15日 據山東省城武縣政府官網發表的城武縣 2023年獲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佈顯示 2023年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8,778人 發放養腦待遇7億8,500萬元 企業單位離退休人員13,220人 發放養腦待遇3億6,900萬元 城鄉居民養腦保險待遇領取人員11萬9,400人 發放養腦待遇2億5,100萬元 隨後就有網友在X平台轉分享並表示 體制內8,000人發養腦筋近8億 居民12萬人養腦筋2億5,000萬元 中共還自稱是個人人平等的法治國家 你們還要不要臉 並嘲諷說中國果然是人人平等的國家 這一發文就有網友在下方留言說 是不是搞錯呀?不會反差那麼大嗎? 人人平等不包括居民?是你理解有問題是不是? 除了趙家仁以外其他都是平等的奴隸 就在今天9月17日養腦筋待遇在微博開始發酵 有博主分享兩個截圖畫面 屠一系山東城武縣2023年發放養腦筋數據 機關人員每月7,452元 企業人員每月2,326元 城鄉居民每月1,75元 而屠一系英譚市2023年1月發放養腦筋數據 機關人員每月5,080元 企業人員每月2,369元 城鄉居民每月2,07元 博主表示 嘆為觀止 來自河北的網友留言說 這個消息真是爆炸 他們不交養腦筋但拿的就最多 城鄉居民交養腦筋卻拿的最少 還有網友說 幾十倍的差異 不患寡而患不均 這個就是現實了 此聞引發關注 大部分人都轉發微博和X平台 還有網友在X平台分享一段影片 標題顯示 公和養 並留言表示 為什麼中共公不平等? 影片中的一名女主播講述 不合理養腦筋制度下 一般民眾的心聲 她說 退休人員的養腦待遇 為什麼仍然差距這麼懸殊? 為什麼公務員二十多年紛紋不繳費 長期不盡繳費義務 而享受高待遇退休金 還要跟職場人員一起加 出現了事實上的終身不退休? 為什麼唯獨行政事務單位國家用納稅人的錢 替他們買養腦保險呢? 難道全國滿60歲的老農民 不是更應該得到這種照顧的人群嗎? 她還列舉 人大代表任玉玲 是一位曾經擔任國務院參事的老專家 也是第一次聽到這麼有份量的人 正面公開評擊 極不合理的養腦筋制度 去年9月 任玉玲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 很生氣地提了20個問題 質問人社部 對養腦筋制度提出了深刻的不滿 她提到為什麼企業退休人員 退休金連續12年的加幅 竟然沒有行政事務人員一次的加幅那麼多 任玉玲表示 實際上 12年的加幅是對全國8,000多萬企業 退休老人的氣弄貶低虐待 而非關愛 這些退休老人 大多數都是建國初期就參加工作辛苦奮鬥 為革命造出過無私奉獻的人 二十多年來被歧視虐待 食住不同於行政事業退休人的下等飯 接著女主播還說 記得去年 上面有一個關於養腦保險的提問 問為什麼現在這麼多年輕人 不願教養腦保險呢? 有個爆紅網絡的回答是這樣說的 如果我交了社保 能夠給我辛苦了一輩子的父母用 那我亦深金情緣 但如果交了的社保 是給城裡退休金 有一萬多個老大爺老大媽 去跳廣場舞 那憑什麼要交啊? 請你去農村看看那些六七十歲的老農民 還要做苦工才能吃一口飯 那公平嗎? 他最後表示 我們交社保的目的 是為了萬一失業的話 自己的生活會有保障 而不是用我交的錢去供那些有錢人享受生活的 在美國非常流行的短影片社交平台TikTok 一直為自己辯解說 它沒有傳播中共的大外宣 但在美國方面表示確實存在這樣的風險 那TikTok是否按照中共政府的要求 在暗中影響美國人呢?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 9月16日的一份報導提出問題說 TikTok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呢? NBC看到的法庭檔案 同國會政辭中引用的兩項學術研究表明 TikTok平台確實存在偏見 並偏向中共政府的觀點 其中包括壓制有關中共 如何虐待維吾爾人 以及中共如何在西藏行動的資訊 NBC獲得的一份對TikTok母公司 字節跳動的股權結構的分析也認為 TikTok確實與中共的一些主要宣傳機構 有著深深的瓜葛 近年來中共政府實體越來越多感 持有科技公司的黃金股 黃金股股東決定公司的三個董事席位人選 並擁有其他特權 這個因此令中共政府對科技公司具有 決定性的影響力 中共政府實體擁有 字節跳動1%的黃金股 這種股權表明中共政府對TikTok也有實質影響力 今年4月 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 給予字節跳動270天的時間出售TikTok 即將TikTok從字節跳動剝離出來 如果做不到 TikTok將備下架 和限制內容共用 字節跳動表示 這個相當於一項禁令 該公司向美國法院提起訴訟 以阻止該禁令 並稱該禁令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對言論自由的保護 美國兩黨的國會議員都表示 他們認為TikTok基本上 處於中共政府的控制之下 無論公司的高層的獨立性是怎樣 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 民主黨籍參議員Mark Warner說 我們不應該忽視這樣的事實 即根據中國法律 TikTok的所有者最終不是對股東或其用戶負責 而是對中國共產黨負責 美國福特漢武大學法學教授 蒂茲奧特認為 從字節跳動強制剝離TikTok 至少可以解決一個敵對的共產中國 對美國的一個主導通信平台的控制問題 因為該超級大國有充分證據 表明有興趣影響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國內政治 在荷里活聲光大道上 除了可以看到裝扮的米奇老鼠蜘蛛俠 9月15日還有一群台灣人 在道比劇院分發福沙阿虹貼紙 向世界各地的遊客介紹台灣 聲援台灣參與聯合國 大洛杉磯喬介 在中華民國台灣總統府 國策顧問田義雄 喬慕委員會 溫玉玲及林國賢的號召下 在8月和9月在洛杉磯各觀光點 展現大洛杉磯喬介支援台灣參與聯合國系列活動 希望增加當地社會對台灣的認識 提升他台灣參與聯合國議題的關注 這次荷里活聲光大道活動的召集人 淹瑞儀準備了台灣製造的小炮芙乾餅 和遊客分享 還在餅乾盒上手工貼上關於台灣信息的二維碼 令民眾更方便了解台灣 並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僑民的推廣活動獲得往來各族裔遊客的歡呼 一位聲光大道上的行動藝術家高喊 我愛台灣 我去過台灣旅遊 還有民眾向大紀元記者表示 自己雖然沒有去過台灣 但很喜歡珍珠奶茶和頂颱風 他非常關心台海緊張的情況 並相信天有台灣 這次系列活動不僅展示大洛杉磯喬介的凝聚力 以及推動參與國際組織的努力 也有效增進當地居民和各國旅客 對於台灣國際參與議題的關注和支持 9月16日 美國德州宣布委內瑞拉克邦TDA 為外國恐怖組織 州長阿波特誓言 將動用政府的全部力量 嚴厲打擊該組織在德州的犯罪活動 德州州長阿波特說 我命令德州公共安全部在全州範圍內展開行動 直接針對TDA 以阻嚇並瓦解他們在德州的犯罪活動 美國德州州長阿波特在16日表示 德州針對委內瑞拉克邦TDA的打擊行動 將由德州公共安全部 聯邦和地方執法部門 通過德州反黑中心合作完成 德州將在未來兩年 向反黑中心撥款1億多美元 同時將TDA升級為外國恐怖組織 阿波特說 德州正在全力對付TDA這些外國恐怖組織 德州將利用法院制止他們的所為 此外 阿波特還指示德州公共安全部 組建一支新的TDA突擊隊 成員包括公路巡警、 安全部特種探員、特警隊以及情報單位等 TDA是委內瑞拉勢力最大的本土犯罪團體 有報告顯示 它的成員正通過美密邊境、越境滲入美國 該幫派參與人口販賣、 敲詐勒索、洗黑錢和毒品販運等犯罪活動 今年7月被美國財政部列為跨國犯罪組織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請問字幕提供 準則 請派 主要請 雙方 開銃 開銃 장님 不 雙方 雙方 不 不 均